很遗憾的是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 委内拉政府保持冷静克制 全力维护国内的和平稳定 有效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如果强行向委内拉运送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一旦引发暴力冲突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 中方反对对委内拉进行军事干预 反对任何导致委内拉局势紧张 甚至引发动乱的行为 记者会后我也注意到有媒体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应该是 说中国大连海关管辖的五个港口 将无限期的停止为澳大利亚舒华煤炭 办理清关 这里我要在这里澄清 路透社的报道并不舒适 据我了解 目前全国的海关各个口岸 均接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舒华煤炭的进口报关 近年来中国海关在对进口煤炭 进行安全质量风险分析和监测中发现 进口煤炭存在着环保不合格的情况 因此中国海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加强了对进口煤炭的质量安全检验 和环保项目的检测 我想目的是更好的保护中国进口企业的 合法权益和环境安全 我想第一 中国同伊朗和沙特之间 都保持着正常的能源合作 第二 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这一立场非常明确 第三 中方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主来确定对外开展能源合作的方向和规模 昨天安理会发表的主席新闻谈话 提及了个别的组织 但我想这只是一般性的一个陈述 他并没有对事件做出判断 中方同时注意到 巴西坦政府表示愿意配合印度调查这一事件 与印方通过对话来解决两国间的分歧 相关各方应该对事件展开客观公正的调查 来查明事件的真相 我们也一直表示 希望印巴双方能够保持克制 开展对话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重视中英关系 希望英方能够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为推动中英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努力 至于你提到英国财经大臣 汉蒙德的访华的问题 我想我们曾经表示过 我们欢迎汉蒙德财经大臣访华 我想个别人士的所谓的安全担忧 完全没有根据 也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政府依法保障 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任何国家的公民到了中国 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他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就 其中也有外国企业的贡献 包括外企高管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 积极参与和建言献策 正如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外国企业 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也将一如既往的欢迎外国企业的高管 来华参访从事商务活动 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不掌握 我能告诉你的是中委务实合作 一直本着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和商业化的原则进行 合法 利民 中方愿意继续遵循上述原则 同委内瑞拉开展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感谢观看